Yo 欢迎来到温走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2024上半年实战鞋Top10榜单 这个排名还是遵循我一如既往的原则 就是根据我个人的喜好还有打法来排的 肯定不能说是适合所有人 但肯定如果你的体型打法跟我越接近 这份榜单的参考价值就越高 而在看视频的同时 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发一下 你自己的上半年实战鞋排行榜 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发车 还没有点赞关注的 现在可以先安排一下 来到上半年的第十名 李宁的闪灵一代 别看这双鞋定位非常的低端 但是它的结构做的特别好 它的鞋圈感受对我来说 可以算是目前李宁鞋里面最舒服的那一档 并且在实战方面它也找不出什么短板 也没有李宁祖传外翻之类的问题 就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实用 极限也很高 而重点是这双鞋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应该是今天整个Top10里面最高的 它目前的入手价值要200块左右 而且你说这个颜值它差吗 它也不差 其实我觉得给它单开一个系列 搞一个新名字 结果弄得一点热度都没有 真的还挺可惜的 它完全可以放到一些比较知名的系列里面 当作一个续作 不过它便宜也自然有便宜的道理 就是中底的配置非常的低端 只有全掌的lightform plus泡棉 初期的脚感还有缓震都是不错的 但是这种纯泡棉材料衰减会比较快 到后期缓震极限会逐渐降低 另外如果你想体验到这双鞋完全的实战性能 还是要记得使用传统异能 最后一对膝带孔传两次 然后第九名给到的是KD17 顺便讲个鬼故事啊 这双鞋是这期榜单里面唯一的一双耐克 而在实战特性上 这也是今天top10里面唯一一双偏均衡属性的 它的配置依然是前掌一块大ZOOM 加上中后段的AIRS ROBO 而主要的变化是来自前掌 它在上层也就是一般中底部的位置 换上了一块塑料板子 它在实战中的感受 其实很类似之前Jordan的flat speed 并且我觉得它也很好地延续了KD14 还有16的优点 动态当中好跑好跳 但是没有某一项特别激进的设计 是有一点偏高端团队鞋的感觉 但你在它身上确实也找不到什么硬伤 甚至是鞋头造型 至少对非宽脚来说 它的脚趾空间是很够用的 母外翻的趋势 相比去年的很多鞋 也基本可以算是忽略不计了 但脚趾前面特别宽的 还是不建议选 而这双鞋主要的问题 就是鞋帮开口的两侧锁定比较弱 一个是它开口给的有点宽 另一个就是最上面两对孔 间距有点远 在初期会有一些类似不跟脚 还有两侧滑动的问题 所以传统艺能还得用上 穿两次之后 这双鞋肯定能给你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说它能把实战性能拉高 两个档次一点都不夸张 但是限制这双鞋排名的一个重要原因 依然跟上一代一样 就是前掌的内侧 在横移的时候 等地会感觉踩的比较厚 反应不够快 来到第八名 韦德之道11 总体的运动表现加成效果真的很炸 而且这个真皮鞋面就像我预期的一样 真的是越穿越贴脚 然后它整体的调性非常适合大幅度 还有力量爆发 另外必须得再提一下外底 这次GCU的调教 我认为是目前李宁鞋 所有GCU外底里面最好的 场地的适应能力极强 前段时间没雨季的时候 我的打球体验 基本就是靠这双鞋来拯救的 只要不是目的板朝到离谱的那种 这双鞋都是完全可以踩得住的 还有之前提过后跟外侧的泡棉开口 在抓地的一方面 亲侧没有问题 而且这小块抓地是越穿越好的 不过这双鞋的缺点也还是要注意一下 首先就是全掌的碳板 还有比较宽的中底结构 让它并不适合小幅度且高不平的动作 另外我也发现 它对于前掌快速点地投篮的反应性 也会有一些影响 感觉球鞋是成一个整体 在跟我的前掌弯折度对抗 另外就是这个鞋面 这么热的夏天船实在是太热了 来到第七名 反53Ultra的D棒板 这双鞋我其实也犹豫过 要不要给它放到这个榜单里 因为它实在是太耍赖了 去年高帮板排名很高 换个地方又来插一脚 实在是有点不地道 但是这双鞋我实战下来 确实体验非常非常的好 整个中底往下跟高帮板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依然是运动表现非常的炸裂 而在鞋面部分和高帮比 有进步有退步 进步的地方是前掌锁定变得更好 这个鞋面真的压得特别低 肢质关节两侧 系紧鞋带之后 也能感觉到特别结实的锁定 而在鞋帮还有鞋舌的部分 还是李宁的老毛病 它没有一个很舒服的弯折点 鞋舌最上面有点卡脚脖子 同时也导致上面的鞋带 不太容易记紧 打着打着容易松 脚踝周围就比较发飘 但实战当中 它客观上的安全性是不错的 但是安全感不如高帮 所以高低帮 我其实还是更推荐高帮 脚踝周围的鞋脚位体型要更好 而且这个低帮板 目前好像只出了这一个配色 我真的也是没办法 尽管它的身份特别耍赖 但它实战性能 确实就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我也很难忽视它 不能说踢掉就踢掉 不过今年的年终榜 还要不要把它放在评选范围之内 就交给屏幕前的观众了 来到第六名 匹克的青龄2.0 这绝对是我认为 上半年最大的一匹黑马 因为匹克大家都知道的 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声量 整个上半年 一共也没出几双鞋 然后也就这一双能打的 但是就这一双好鞋 真的是做的特别的经验 我非常非常喜欢 它可以说保留了青龄一代所有的优点 同时在细节上做了大幅度改进 整体实战当中的细脚一体性 还有脚底下的扎实感 做的特别好 从实战特性上看 它依然是非常类似亚瑟士的风格 感觉定位是在 Gelhoop和Gelburst之间 但在实战表现上 它绝对比现在的Gelhoop要做的好 毕竟最近两年的Gelhoop系列 确实非常的一般 但要说能够完全干掉Gelburst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距离 但在性价比这么高的情况下 简简单单当个平T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来到前五名 排名一号前 肯定我个人喜好的色彩就会跃重 所以有些鞋 大家肯定也会比较意外 所以看视频的各位 不妨先在屏幕里猜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权重 来到第五名 安踏的狂超6 今年我也穿了不少的安踏实战鞋 然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今年所有的安踏鞋 除了欧文本人的签名鞋 欧文一代之外 全都做的很欧文 所以欧文一做成那种状态 是来自欧文本人的想法 这一点我是信了 同时对于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鞋 什么样的鞋更好赚钱 很明显安踏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比如说这双狂超6 做的就很欧文 而且特别的极致 这双鞋可以说完全就不是舒适取向的 玩的就是极致运动表现 它整体是一个保底快靴的风格 然后结构非常的激进 整个外底非常的窄 非常圆润 所以在跑跳横移当中 它都有很强的加乘效果 尤其是横移变向 它的蹬地角度可以给它非常夸张 同时这次采用的硬质中底泡棉框架 也值得好评 还有外侧的这些鸟嘴的设计 在动态当中也有很有意思的表现 所以总体来看 如果你想在场上抱状态的话 这双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但代价就是 它的缓震极限确实比较低 然后足底筋膜下面比较平 中段下面的乘托感有点欠缺 来到第四名 猎人4V2 之前的猎人4 我就在去年的年终盘点里面 给到了总榜第二 国产第一的排名 而作为它的改款 这双V2肯定不会差 并且基本上保留了所有的优点 同时在脚型适配上 它做的要更好 前掌的宽度更舒服 翘度也有所降低 同时整个中底也更贴地 更适合地板流 还有边向狂膜的打法 但是它也同样存在李宁的老问题 就是高改低 大概率低帮不如高帮 这双鞋就是因为调整了TPU的结构 导致后跟外侧触地时 形变的释放 控制的不如高帮板那么稳定 所以它的后跟外侧触地存在感就变强了 会产生一些横向的拉扯感 从而影响了它极限弹跳的发挥 但是狭不掩鱼 利刃4VR依然是一双非常出色的试探鞋 来到第三名年度榜单的 丁字户亚瑟士Gelburst系列 今年来到28代 这次的大改款 在中底外底结构上做了升级 它这些小细节的调整 很巧妙地在跑动当中 增强了过度的四滑感 同时外底依然保持了非常强的抓地 还有极强的场地适应性 抗灰尘抗反潮的能力都相当不错 然后是这种新的鞋面材质 在动态当中对角的贴恶度更好 不过这双鞋也有一些 比之前推步的地方 说白了就是偷工减料 比如说鞋垫耐久度特别差 很容易踩扁 还有中底部周围 用料和缝线的工艺有所推步 耐久度变差了 不过在总体的实战性能上 它依然还是保留了之前的素质 性能依然很均衡 同时跑动横移弹跳 每个方面都很突出 绝对是实战利器 全场半场都可以打 来到上半年的第二名 我给到预帅18 它能到这个位置相信 很多人也是会非常的意外 毕竟它的口碑是比较两极分化的 喜欢的会非常喜欢 不喜欢的就不屑一顾 不过对我自己来说 这双鞋真的是太好穿了 打全场实战神器 它的斜角一体性非常好 而且在不同角度下 对步态的匹配特别的舒服 没有任何的阻碍感 它的身段是比较柔的 但该有刚性的地方 比如中毒部分也非常的稳 所以它就不会对我的动作 造成任何的干扰 然后它的中底还是全场蹦 而且这次的蹦 至少也能算是个中配 回弹也不错 整个中底 尤其是前掌还特别的贴地 场地感巨清晰 然后是外底 类似指纹的纹路 抓地力特别好 在前半部分 好像也是GCU材质 对场地的适应性也很强 而且我觉得这双鞋 放到第二这个位置 就很像去年的威少6 我给排到第一 都是这种个性很鲜明 喜欢的会非常喜欢 不喜欢的就会感觉 没法穿的鞋 然后再顺便说一下 这个低帮版本 两双鞋可以说是大差不差 比较成功的一双 它也只是在鞋面的强度上 做了适度的加强 并没有在后边周围之类的地方 做无脑的加固加硬 所以它的脚感依然是很自然的 但这两双鞋相对比 我还是能明显感觉到 高帮版才是本体 低帮版在洗脚一体性上 就不那么极致 尤其是在脚踝周围 稍微有一些断层的感觉 最后来到第一名 毫无疑问就是这双李宁的GAMMA 这双鞋相比前面的九双 就是断层式的领先 对我来说把它排到第一真的毫无悬念 如果说要我现在去全力打一场 非常重要的比赛 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双鞋就是它 然后是预帅18 再后面是Trible 28 所以说做盘点 后面的鞋每一双怎么排真的很难 但是前三名对我来说 一般都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再说回到这双鞋 它最强的地方 就是把极致的轻量化 还有极致的运动表现 结合的非常好 同时这类球鞋 往往会牺牲掉的保护性 还有缓震极限 这双鞋也做到了特别高的水平 完全没有因为追求轻量化 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而在这双鞋上唯一不满意的 就是这个防侧翻角 做的还是稍微宽且厚了一点 另外这双鞋的出现 让后面的李宁高端鞋比较难做 它很有可能也是李宁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的巅峰水平 下一代如果想做的更轻 在结构上还有有新意 综合实战性能 还有比它强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另外如果要找一个 它身上最大且唯一的缺点 估计也就是目前的市场价太高 好了 这些就是我的上半年实战鞋top 10 最后再简单总结一下 在所有品牌里面 上半年表现最好的肯定就是李宁 前十里面我给到了应该是6个席位 这半年李宁可是真的发力了 简直就是在搞鞋海战术 一直在出新鞋 鞋出的多 好鞋肯定也会多 但如果你要说它出好鞋的比例 其实也并没有特别高 他们今年出的鞋 我其实都穿过 但是很多没有出现在榜单里 甚至也没有出过测评 这说明拉胯的还是挺多的 然后要说比较惊喜的肯定是匹克 清零2这双鞋绝对值得尝试 然后就是跟李宁相反的传统豪墙 钩子 整个上半年也没出几双鞋 而且只有这一双 可以被我放到前十里面 排名又不高 所以上半年确实有点摆烂的意思了 包括Jordan那边更是全军覆没 不过下半年应该会有起色 比如Sabrina二代非常好 到年终盘检的时候 是很有机会争夺一个前十席位 至少是提名的 最后再补充几双鞋 别回头评论都在问 为什么没有某某某 在这统一解释一下 比如说这个GT卡的三代 没错又买了一个新配色 这个是全橡胶底版本的 这双鞋没进Top10的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它前掌鞋楦的造型并不适合我 而脚型适配 一直也都是我测评里面的第一个环节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既然它会给我一些白大脚趾的感觉 那它肯定是无缘我的前十榜单的 但我也相信也会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双鞋 只要它的前掌 而且这双鞋的足弓支撑感受 还有整个后跟部分的中底外底结构造型 真的都是相当完美标杆级的存在 然后是哈登8和SPO Ranger这两双鞋 说实话在第10名这个位置上 这三双鞋我真的纠结了很久很久很久 最后闪铃主要是靠超高的性价比 还有非常好的舒适度以及实战性能胜出 而哈登8确实就比较可惜 但如果放到跑动横移弹跳 这几个运动表现的方面来看 它在跑动中前后过渡不是特别的丝滑 并且这也影响了它极限弹跳的发挥 但如果你是变向狂膜的话 它支支关节的锁定 还有前掌对于变向登地的加成效果 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最后是这双Ranger 很全能的一双鞋 运动表现也很好 并且越穿舒适度越高 同时它的外底抓地好 还耐磨 整体的保护性 还有侧向支撑的极限也特别好 但主要的问题在于 它的重量还是偏重 有一点坠脚感 在类似的性能表现还有强度下 我当然没有理由不选择一双脚感 更轻快灵活的鞋 并且它的性价比确实也不高 不过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大 力量爆发比较强 同时对球鞋的强度 缓伸极限之类的要求比较高的话 这双鞋同样是非常好的选择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就别忘了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波 同时也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 你的上半年实战鞋榜单 那视频的最后 还是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 第四三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